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好像去南港 我是美心哭的 因为我想要了 而且我好可怜 我有残葬的嘴 竟然是不残葬的嘴 手都很漂亮 但是为什么还让我回到阳光的歌手 因为之前在外面 你告诉别人 别人都会告诉我 你看台语眼 你看台语眼 没有人这样 让我回管一样 可以看是我 我要怎么做 所以 从这A到很多女儿的机缘 那我很感谢在上海退化的这段时间 他们都没有放弃她 你看她 她下车都很困难 竟然有苦痛 可是她依旧 我要有她的价值痕 她依旧 现在的她也是很快乐 因为她在爱恶痕之下 这个病是很瘦很瘦 只有爱 只有包容 只有衣散 可以有很多痕 我发现比较勇敢 全世界恶勇敢帮你 台北市内湖的内沟溪 是台北市难得的生态乐园 地方居民透过与工部门的开会协调 希望为内沟溪打造一个更好的生态环境 由在地居民发起提案需求 关系内沟溪的鲤鱼回油 毛泻等等的问题 这次在台北市政府水利处 听取进度报告 并再次讨论施工细节 全民督工的公民记者 有幸参与全城 并随堂做影音记录 这种以实际需求 公开 透明 合作为导向 综合以各方专业人士 所组成的团队行动小组 做成施工前的沟通会商方式 使目前工部门与地方结合 典型的运作模式 确保防洪排水功能 第一的安全前提之下 不得以考量有条件的经费支出 并兼顾美化当地生态 环保等等 借会议找出 并满足有利彼此 最佳的施工方向